中国大陆可能限制陆克到台湾自由行 这对高雄来说将造成多大的冲击 市议员郭建盟根据观光局的统计数次估算 高雄可能每个月将损失3.5亿的官方收入 那么如果团客也被限制的话 损失可能高达5亿 呼吁师傅加强重视尽快应变化解危机 听到大陆将限制陆克来台自由行 高雄市长韩国瑜第一时间听闻消息时 表示很错愕 陆克行大陆突然把它断掉 我再次要呼吁我们希望陆克的自由行 能够持续的开放 这个对两岸交流认知 以及对台湾的观光产业来说 都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昨天一看到这个消息 我自己也很错愕 今年初高雄市的旅馆业者才开出红盘 住宿率高达8成 不过才不到半年的光景 现在又传出大陆将限制陆克来台自由行 市议员郭建盟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数字统计 今年一到三月高雄的陆克入住人数 平均每个月为11万人 若以自由行人数和平均消费金额 在扯野汇率来计算 高雄市的观光收入 至少每个月将损失3.5亿元 等于每个月就要损失3.75亿 那这个比例占高雄 今年整个国际旅客的51% 所以冲击是相当大 国建盟预估如果大陆团客也将被限制 观光收入可能损失更高 所信中央目前已经提出30多亿的国旅奖励措施应急 希望高雄市政府也能展开应变度过危机 我也呼吁我们韩国瑜市长 你如何在中央丢出这36亿的球的时候 尽可能把全国的观光客揽到高雄来 国建盟指出中国大陆限制自由行路客后 高雄相关游览车饭店和旅宿业等相关业者 将受到最大冲击 呼吁市长提出拦截36亿大作战方案 提振观光旅游试器 记者李正道黄兰军高雄报道